为什么你滑雪那张照片那么酸 真是你学这么词 没有 我说那张特别酸 嗯 皮子呗 真皮啊 肯定啊 你脑袖袖不得用一用 我感觉我就像是明星助理 一直跟着你 我以为我特别想拿到口罩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大家都挺多说话 没有吧 错觉到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机会啊 不是 我说就是那些 问卷的人 明星比较有距离感 真的假的啊 真的 真的 你跟你讲的太事的时候 会有压力 你别逗我 他们跟你交流不多吗 你觉得 不多 我感觉 我不是交流有距离感 真的 你刚才比较高吧 他们需要抬着头看你 没事 我没什么距离感 原来就是 最早我是喜欢运动 喜欢跳舞 然后那个 后来我又健身 练瑜伽 当教练 哇 你也是瑜伽教练 对 我特别想有一个就是 一个场所就是 能让大家在这儿跳舞也好啊 然后呢 练瑜伽也好啊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刚才那个阿姨她肩周炎 然后我让她怎么做怎么做 用瑜伽的动作扶到她 然后她用半个月的时间 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哇 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治这个 手腕 对对对对 手腕 膝盖 还有腰 受伤吧 它就会是那种不可逆的 但是能缓解 就是你在利用它发力的时候 你不要用手腕发力 你发力的时候 你使这个地方是受伤的 但是你要是五个手指打开 你的力量是在你的手顶上 那个虎口这个地方 你的这个肘关节 它是不发力的 你自己试试 你正常地做 你正常地做 你肯定是手腕发力 对对对 我自己 现在你用你扭这个 我刚才教你的方法 你看你发力也是不一样的 对 像我之前做佛城 可能有时候会伤到手腕 包括自己长时间用鼠标 包括以前弹琴 对 其实手腕都是 不是非常好 对 那我有学到 我非常感谢